一名中药店少东因为收藏了将近2万个儿童色情影片和照片被控上法庭 他当庭俯首证罪被判坐牢6个月和罚款2500令吉 另外一名罗里斯基涉嫌在5年前强奸当时年龄只有10岁的妓女 他今天在法庭面对两项强奸罪名 看一组法令消息 霹雳安顺一名24岁的中药店少东刘明慧被控在他的随身碟中收藏了190011个儿童色情影片和照片 抵触了2017年儿童性情法令第十拥有儿童色情物品条文 他在聆听控状后俯首证罪 最终被判监禁6个月和罚款2500令吉 根据案情警方是在5月29号搜查被告住家 起货一台笔记型电脑 一个笔记型电脑适配器和一个装有大量儿童色情视频和照片的随身碟 被告从今天开始入狱服刑 在槟城北海 一名罗里斯基被控在2018年和2019年性侵当时年仅10岁的妓女 但他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被告被控在2018年12月某天晚上11点 在住家内性侵当时10岁的妓女 而第二项控状 他被控在2019年 在同一个地点性侵当时11岁的妓女 他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376-3乱伦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不少过8年 不超过30年和鞭吃不少于10下 被告获准以2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但他被禁止接近和骚扰受害者和证人 同时不得住在同一屋檐下 这起案件将会在11月21号过堂 镜头来到沙巴斗湖 一名女子和男友双双被延扣7天 以协助调查一宗弃因案 24岁的女子和48岁的男友 将会在刑事法典318 隐瞒出生和秘密欺因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下被调查 在这之前有报道指 一名相信是刚出生的男婴遗体 嘴内被塞着卫生纸 早丢弃在当地某家医院的厕所内 直到早上清洁工人打扫厕所时才发现 太好了 将军工人打扫厕所时才发现 感谢观看